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要多谢昨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今天是澳门违归祖国的纪念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中央政府也送给澳门一份帝离 就是从今天开始 澳门的单排车就可以进入横琴 所以今早 珠海和澳门的相关领导人 横琴都举行了一个启动意识 虽然目前澳门的单排车首阶段 要进入横琴 还有需要符合很多的规矩和条件 但是怎样都好 我们都是向前迷出了一大步了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单排车尽有横琴 澳门准备好了吗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澳区广东省政协委员李重正先生 李先生你好 我们还邀请到 千年创意接负协会会长江卉林先生 江森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还邀请到 澳门物货货运联合商会理事长 罗东海先生 罗生你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上来 和我们沟通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盐国网上的网址 跟随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澳门最早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澳门特区成立17周年酒会 行政总官崔四安自辞时表示 当前澳门所取得的稳定发展局面 离不开中央对澳门的支持 更离不开欠化和基本化的坚实保障 我们要继续发挥一个两制的制度优势 珍惜和维活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并审视改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敢于担当 积极有违 澳门单排车进出横琴措施 今天是正式实施 保安司司长黄兆杂在意识上表示 澳门单排车进出横琴措施 好坏月澳的合作网来创造新的机遇 从而拓欢和深发 横琴与澳门服务流动 期望能进一步推动和促进 珠澳的经济互补合作 提升双方的经务区域合作 珠海市市长郑仁浩致辞时表示 澳门单排车进出横琴措施 是与澳、珠澳合作的一大步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相信可以促进澳门经济识度多元 同时推动横琴字幕片区 和深发口岸交流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启动议息 上午11点是横琴口岸举行 首批共狡略澳门单排车 率先获得审批和临时排证 上午经横琴口岸进入横琴 五个团体和两位市民 在游航公园集会 并分别游行度 政府总部和劳工各帝讯 表达诉求 他们分别反对政府输入外劳司机 出请政府保障本地居民就业 以及贞建经屋 持着现金分享计划等 有游行的市民希望政府订定 各行业的最低工资 有现职巴士司机表示 若政府输入外劳 担心奉管不保 有市民称室议多年 曾经多次到劳工国求助 但未活得协助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单排车可以尽有横琴这个喜讯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如果是澳门的单排车 尽有横琴 你首先要符合哪些规矩 我们就知道 这个车主是横琴 一定是有刺立一间自小 一人的独立的法人公司 还有横琴的纳瑞瓦 要前列100间 还有你有承诺5年之内 是不可以迁速横琴 又或者你是除得横琴深土地的 澳门公司或者是法人 如果符合以上的规定 你们就可以申请最多三部在澳门飞营运的小型客车 但是你进入横琴 你只可以有一个三个月的一个临时的行驶证 还有车主一定要具备一个内地的隔禧 而且你一定要买到这个内地交通事故强制的一个责任保险 那么你要符合所有的规矩才可以去申请入横琴 那么我们听完这么多的要求 李先生你觉得这个条件是不是和大家之前预期想一些东西 是否有些逻辑呢 首先我想这个单排车进入横琴 是中央给澳门的一个喜讯 那么的确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正面的 但是在今次大家都期望了很久了 那么终于千宽万换出来的单排车 它那个措施出来似乎那个门槛 就真的令到一般的市民的落差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从实际上来看 那么它那个实质性究竟一般的市民要进入横琴的单排车 那个实际的用途或者实际的作用 是不是又是这么紧的呢 那么我相信也都未必 那么所以现在现时来说呢 这个针对公司的单排车呢 它作为一个逐步性的一个开始呢 我相信可能都在中方来说 我估计它都考虑的东西都很多 我相信 我估计都 那么关心啊 你们在横琴那边都有投资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现在有没有去申请这个单排车 未去申请 不过都会准备申请的 不过暂时我们公司都有两地车牌 那么我想都会申请 但是它说首100位的 即是白强的立顺额 那么这个我又觉得有些笼统 那么我现在今天我是排第99 或者过两个月我就排第105 是不是我就取消我的车呢 那么因为这个税收 每月都会不断地更新的 那么这个无论如何都好 正如好像李卿刚才说 都是中央比 其实不止比澳门一个的喜讯 其实比珠海两地都是一个喜讯 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同城的协同效应 对促进两地的经贸的网络 或者经济呢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当然 如果你今天突然说全部车给入橫琴的 都会形成两地一个关口的 或者交通的状况有一个很大的混乱 那么它都是采取一个先难后二的方式 一步一步按步就班去 因为现在如果你突然间通关 其实和一般的两地车牌 现在的进关出关模式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要这样去打枝毛 然后检查 就是买保险 所有要经过国内驾照 因为澳门又未和国内的 达成的共识是两地的 车牌互换 隔施执照 那么我觉得现在 首先是先啟动 以后是怎样呢 是用多长时间才啟动第二步 第三步 官方都有说 遲些都会有一些更新的公布 会有一些更宽松的 但是对一般市民来说 或者是期待了 或者我买了房子 在里面那些 原来我打算有的 才打算回骨就可以了 到今天原来是不可以的 那么它就会有一些落差 就是会有些失落 有些失落 很希望能够早些公布 是什么时候 就是整个时间表 是哪些可以 哪些不可以 怎样去 最后是怎样去 澳门所有单排车 因为它早期说 它没有说有筛选的 接着晚晚又说有筛选 到达成的会有条件 这个是 或者它都考虑到两地的 有很多的驾驶技术的差异 或者因为现在 如果经常在国内往来 其实都会有两地车牌的了 因为我想去做生意的 尤其是重大投资的 都一定想到办法 有两地车的 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来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现在其实是方便在国内 投资的一些公司的员工 可以用单排车尽入环琴呢 所以它每间公司可以有三台车 方便你们两地去工作做办事 其他的就不行了 暂时就算我买了很多物业 都不行了 就算它现在澳门 譬如我们在澳门 在国内投资 土地的 有33幅 接着会来到开幅 又会超过100幅 那里都不够分的 所以我说 如果你是100间公司的 会不会迟些再开放些 不止100间公司 就是100强 那 因为真的这个很笼统 我握了一下 突然间告诉你 明天你过了100强 你收回了 那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是 所以它只是给你三个月的 临时的牌子 其实李先生觉得 是不是三个月也是太短了 其实我觉得三个月 从投资者来说 跟那个条件 我觉得有点不符合的 可能它有另外一个想法 但是 从我来说 第一 它基本上 它整个流程申请等等 加上临时牌和两地牌 是没有分别的 基本上 只不过是车头那里 有没有安装一个铁牌 这么简单的 是欠这个区别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第二 就是你在门栏上面 第一 你要求我是100强 就是在里面 运作税的大户 第二 就是你要承诺 五年五千出 但是你给我的牌子有三个月 那究竟你是担心 我三个月有问题 平时我们一般的两地牌 都有一年 那个批文都一年 三个月是否短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 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 是开始了 啟动了 让它在横琴这个运作 是比较熟练之后 是不是真的可以检讨一下 这个批文 是否可以和其他两地牌的 那个期限呢 是可以比较统一一次 明白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方便 是啊 就是方便大家 是啊 如果三个月又去做一次 你都要我五年不要千出 但是你又限我三回做一次 我想这个是 领导人说了 短期来要送这个大礼 或者实际是两地 是未准备完 所以先做完 就是最低的标准通过车 是啊 那罗生都想和你请教一下 那你们知道 现在我们都听到 今次这个首批的单牌车 其实主要是商界 那你们的运输业 和物流的业界 对于这个单牌车还有横琴 是怎么看呢 以及你的业界有没有诉求呢 我们当初呢 就是我们业界呢 就以为呢 单牌车呢 一开放之后呢 那私家车也能进去 那些货车也能进去 那我们业界呢 都是很大的期望 那当时 那如果现在呢 就是可能是 刚才两位都说了很清楚 或者呢 道路方面呢 在横琴那边的设施 还没完成呢 他还在这儿见着呢 那也都养不了那么多车 在道路那里的 那海关的压力 又有一个问题 那我希望呢 就真的好像说 是现在呢 初步呢 就是牛都小事 等它呢 就是 架轻就熟之后呢 就可以将它能够开放 那如果开放的时候呢 就是给车出入呢 都是 在我们做物流的呢 很希望能够有一个 就是物流的这个原地中心 嗯 那可以呢 就是国内的货 可以在那里捨低 我们呢 澳门的车 有个货车呢 亦都可以进入原地那里 那里 那当然也都是要 扮这些特别的牌子 那在那里呢 交换货物 那我们可以拿回我们的货物出来 就是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碰头的地方 就是一个中转的地方 是的 是的 那因为现在澳门也有很多的 入口的消费品呢 其实都是在国内那边来澳门的 那现在呢 就在 隨便一些道路 就是偏僻一些的地方 那就 车过车 那其实呢 都不是那么好的 那应该比较规范到一些 就是澳门现在慢慢我们呢 人口就多了 一路膨胀的 城市一路一路发展的 那那个物流业来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一个重视的一个环节 去教育它 因为呢 你教育它之后呢 对民生啊 交通啊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 应该是这样的 是 明白 好了 我们先去看一条新闻片 今天呢 我们的记者呢 都要去到横琴 对第一批 拥有这个单排车 可以尽有横琴的一些车主 做一个采访 因为我们公司本身 在横琴有项目的 那就是用公司的身份去申请的 因为我们本身业务呢 其实经常性都要回横琴的 那之前没有单排车 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可能 搭穿梭巴士 由澳门后岸过来这边 再跟同事车 或者可能搭一些公交 去那个项目的地方 那现在有了的 我们自己就会方便些 很多时候可能一些急件 要拿过来的时间 或者一些开会的情况 就会方便了很多 因为可能我们的政策 都还是比较新 那我们其实 很多的边检 郊警和海关 其实都很配合我们 那我们提交支援时 有不明的问题 他们都很积极地回答 所以其实都算顺利的 其实讲单排车的消息 都讲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那中间也都有很多 不同方面的消息 关于 怎样进来的时候 怎样注意 那其实我相信 如果大家跟从两地牌的一个方法 去理解的话 其实很多政策 尤其是买保险方面 其实应该都不是太难的 因为其中两地牌 都有很多年的历史 已经 会比较愿意把澳门的人才也带过来 因为一个企业要做到互动 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 要把澳门的人才也带到行情来的话 这个意义很大的 因为就算老板有两地牌 那员工不一定有 所以呢 要澳门的人才跟这边的人才 有一个交流的话 我觉得这个单排车过来的意义 是在这里 不是在老板可以开过来 这个单排是可以 可以收回到我们的员工去 那企业你做大了 肯定是两边的 企业的员工都需要交流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贡源度 还有就是回归之后 我们澳门人就比较 真的可以不能去帮家 因为现在那些屋都没建好 那希望就是说 真的有住屋落地的时候 澳门的居民买了这里的屋住的时候 都是可以更加 好了 我们都听到两位 就是首次可以进入环琴的车主 已经有了一个采访 就是他们都觉得 其实这个都可以帮助到员工 或者去便利 还有就是希望以后呢 都是尽快可以开放 给一些是环琴买了楼的 一些市民可以过去 那关心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觉得这个 单牌车现在是通了 是 那会不会真的 拉动环琴的楼市的价格上升呢 意义来说呢 在环琴做开发房地产的发展商呢 其实大家都拿这个叫做卖点 你听很多讲的都说 单牌车通了 那这个当然一个促进 一个两地经济 还有一个 因为澳门和环琴 始终那个楼价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相对来说 一定是会有一个促销的作用 还有现在其实澳门很多市民 其实都在珠海置了一页 在拱北也好 在三乡 其实都很大量的 中山都是 那如果是环琴 有个单牌车 而如果 好像先鲁兵 我们想象中 好像很简单 一地 两地一鉴 很顺利的 那对这个 促进两地的那个 经济 旅游 或者是贸易 或者好像罗先生说的 那个物流业 譬如现在澳门的地少 人多 车多 譬如就算在物流上 在那里对接 有一个平台角色 交换货物 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通关 那其实对两地 我刚才说 也是一个协同效应 同乘效应 可以促进两地的经贸往来 那现在这个也是 其实中央对澳门的一个期待 希望能够 橫琴能够做到澳门的后花园 那我觉得未来的五年 其实你说一两年 其实也是 太过乐观了 那一定因为 你一定要 两地的 起码有人 现在橫琴的原居民不多 少的 那希望能够 吸引到国内很多精英 或者澳门的东西 所以我们 以前公司都做了一个 万人青厂计划 在橫琴上 希望能够拉动更多的人流 和在那个 旅游方面 譬如来到澳门的签证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橫琴 那在这方面才能够 两度的互相推动 澳门的 譬如现在事实上很多 包括一些外地劳工 都是已经是 如果是更方便 他在橫琴住的 那就可以不用澳门那个 居住的条件 那么大压力 还有在房价方面 也有一个喘息 希望可以能够 平抑到楼价 可以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好事来的 嗯 李先生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 希望尽快可以 启动下一步 和内地初商的一个阶段 就是可以 快点谈到 可以被家庭 或者一些 除了商业用车之外 其他的车辆 可以续有横琴呢 其实主观的愿望是 希望的 希望快点 我相信 因为这个对于 市民来说 都是一个 起码开车的感觉来说 我多个地方 可以让我去 可能是星期六、星期日 去休闲一下 又或者自己也更加方便 进入内地 这个感情也更加好 我都可以开车过去 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一句 就是 我相信现在的现时来说 珠海的道路 和特别 就算我海关 或者边检的人力资源 能够应付 因为本身 横琴的口岸 通车设计 那个流量都颇大的 它的设计 应该去到每天 可以过慢车的 但是 很坦白说一句 就是 究竟珠海 现在在横琴 这个部分的 比如说交通巡警 又或者执法人员等等 是否真的能够配套得上 这个其实应该要逐步 大家 在开始 这个检讨的时候 开始有家庭的一些车辆 可以进入去的时候 究竟是否相对地 它要配套得上 以及 究竟现在 这些车进入去的时候 是主张它是消费 还是真的住房 需要 需求 条件又是怎样呢 这些很多 我相信是将来的 相关的部门 我估计它们都会 作为一个考虑 另外 可能也要说一下 就是 其实 单排车进入去 一般市民 似乎就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在澳门有一间房子 然后在横琴有一间房子 可能作为度假的话 你还要养到一部车 过去的时候 其实 无论是验车 保险 我想一年 你都要花了一定的 金钱的金额 这个我相信大家要想一想 是的 我们都谈到这里 看看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 都是听听市民 有些什么意见 欢迎回来我们开港的营场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谈讨一下 单排车可以尽有横琴这个话题 现在我们先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有冯先生在线 冯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冯先生 是的 讲起单排车那里 因为我的朋友 就是在横琴那里 就买了一个单位 为什么他买呢 就是因为 地产中介就说 单排车很方便的 入横琴的 他做不方便 但是买了 现在 出到你的门槛这么高 他就很失望了 嗯 因为很多人都像他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 给一些有物业的上面 就是有物业的可以简单的申请一个单排车进入横琴呢 这样 嗯 因为始终 因为他 就是大家 同一个售价 怎么都是大陆那个 横琴那边的面积啊 那些间价 或者那些空气 又会比澳门更好 那才吸引那些人上去买 还有 就说单排车可以很方便的进去 那他才会去买的 那现在原来 出到来的门槛这么高的 那样就变成了 好像有些 中介好像讲大话 骗他那样 就是他又不开心那样的 还有 现在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方便些 真是可以 给他一个牌子上去 真是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是啊 因为你始终 有一段距离 因为你不是说他在隔离的 不是过了关日到的 他还要一段距离的 他在屋远 是不是 那你始终 那些道路通 那个经济才会活的 是不是 还有 前段时间 我在一些传媒 看到 中央说 那些房子是用来住人的 不是用来炒卖的 是用来住的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中央那些文件 或者看到那些说法 嗯 是 我们看到经济公众会议 是啊 就是房子始终是来住的 不是来炒卖的 那现在 我朋友呢 不是来炒卖的 是来住的 明白 但是最主要呢 他想买那里呢 最主要那个问题 那个精杰呢 就是 他就是因为有个安排车 可以上去才买的 如果是没有呢 他一定不会买的 还有呢 短时间之内不行呢 他也不会买的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些地产中介 原来呢 都没清楚的 就乱说 那是不是五度消费者 那也是五度消费者 那也是五度消费者 没责任的 是不是 如果地方 有的叫做商品说明条例 拿到正 真的 是有些问题的 好 谢谢冯生反映的意见 那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 李生的电话 李生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李生 你好 请说 说一说你的双排车的问题 第一呢 就橫琴的考案那方面呢 对于双排车的措施呢 有两个看法 你看看 当然 珠海买楼呢 都是一样是有一个 所谓的双排车的 就是双排车的入铺 就是说有一个名额 可以给你做澳门车进去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橫琴的单排车呢 那为什么要人家买楼才给呢 我又很不明白了 珠海就曾经有一个 叫做买完楼之后 有一个双排 可以长期出入 可以 那现在呢 你只说三个月 那是不是究竟 现在整个问题是 因为买楼 买楼没有牌 是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因为双排车 我们认为单排车 可以去橫琴 给澳门人一个 休闲的地方 或者一个隔禁的地方 认为一个标准呢 还是因为我要买楼 要有个单排车 要有个单排车 带给我进去呢 这是两样东西来的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刚才 如果 我反过来 在业界呢 他没有 给单排车进去呢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是对澳门某些行业来说 是一个保护来的 如果在橫琴 如果是随便车都进去呢 我相信维修车这个行业呢 是完全会即时灭亡的 澳门 因为你没有办法 跟国内去竞争 第一个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李先生说呢 究竟他们的条件 够不够有那么多的警员 去控制这个环境 我就是想告诉李先生 李先生可能你就是 因为我们国内 很有辈分的人士 那其实我们呢 国内的公安和交警 在執勤的时候 你见不见到很多的 不是的 我们全部都是监察系统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对公安的系统呢 是不容置疑的 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你不用想 他怕他控制不了的 我相信我们祖国的 控制交通的情况 是比澳门好很多的 但是 反过来看 我现在是想着一件事 就是当年澳门说的 国内的驾驶执照 互认到现时为止 都是停留在某个阶段 香港的互认执照 已经是游了很久的了 但是澳门人一直都是 怕着什么呢 大陆的人过来澳门駕駛 駕駛 駕駛 这个误解了 以为大陆的人呢 是可以 互认驾驶执照之后 直接駕駛到澳门 其实对于澳门人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你看澳门人要 去大陆的时候 駕駛是没办法 一定要考 但是香港人呢 就是拿个駕駛执照 簽就行了 现在伟大的 我们祖国的同志路 澳门还好玩 就是在香港 簽个駕駛执照 然后簽个駕駛执照 到澳门的 交通事务局 交通厅那里 就簽个駕駛执照 这样就可以駕駛了 那么其实澳门 最不公平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的駕駛执照 那我都难明白 现在只是常在说 我们的单排车 怎样去横琴 怎样不公平 喂 不过不是不公平的 譬如好像珠海 你以前买两个月有牌 那你没有就没有了 那刚才你说做生意 会不会做生意的时候 会增加难度 你做得生意 就要投资的了 我相信你做生意的时候 大把人不会去买那些商牌车 完之后进入这个地区去做生意的 就不是因为他不给你单排车 你做不到生意 当然这个方便的 是在投资的时候 一早说定 如果你来澳门 这个横琴投资一家房屋 很可能会给你单排 但是现在国家还没实行到 我相信这个要进一步一步 但是不是说 在地产商方面 一说 因为我们有单排车 所以你给我买房子 我相信这个要大家考虑一下 因为你买到房子 未必一定有駕鞋执照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李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先给律生回应一下 之前李先生说到 其实这个駕鞋执照互认 对澳门是否存在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这个确定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些行家都是这样说的 那是无事的 有个国内的员工来到澳门 想驾回他公司的私家车 即不是营业车 那的话他要过去香港那边去申请求人 然后过到澳门就可以驾了 即是说这一个 我互认的隔鞋执照 香港和国内已经做了 但为何澳门没有呢 香港做了又不怕 即是说抢饭碗 没有这件事 澳门怕什么呢 那我觉得澳门那边 即是对于那个劳工的所谓那个保障 我觉得是 我觉得有少少是过紧 即是会 这个呢 你会反过来一个学性循环 令到澳门的物价都贵的 其实呢 我们澳门市民自己呢 也都收回的 那你现在我们看回一下 不要说什么劳工外劳那些 你看回香港 香港为何输入那么多 那些菲律宾的印尼亚的劳工 抢不到饭碗呢 他不是抢饭碗 他反过来是释放回做家庭的主妇 是不是 他有读书的 他有学文的 他有本事的 有才能的 反而释放回他们的能力 走到社会那裡去做 那变成了经济反而从家上去 如果全部读完大学的 因为请不到家里有工人 照顾那些小孩 全部回去那里去照顾那些小孩 在家里那里 那么经济就更差了 这个是适得其反的 明白 那关先生我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之前冯生都讲到 他的朋友呢 是横琴买楼 当时就是听信 有这个单牌车可以进入 然后就买了这层楼 结果发现 现在那个消息公布出来 原来那个门栏这么高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在销售方面 即是有一些欺骗的手段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呢 就不存在欺骗的成份 事实上我觉得 在横琴房地产的中介人也好 发展商也好 他们真的不知道 包括港澳两地 或者横琴都是不知道的 其实大家如果你有留意新闻 他横琴的领导人都多番 说过很多次 哎呀 就来单牌车就来通车了 说过很多次 不能很多次 是吧 但是他真的说是通车了 可能大家对最终的措施 会怎样做 所以我自己个人推测 那其实真是 中央是很想给这个 能够令到横琴和澳门 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 车的往来 两地的往来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连结 那尤其是 譬如澳门 譬如泊车季 如果他在那里置一页 把车排在横琴 两地用来 都是能够解决澳门一个 泊车困难的问题 那当然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哇 如果是 单排车很容易 就这样免检就这样过呢 那反而还促进了澳门的 有一定的刺激欲 就是买车 我可以有空 加日 开车上去横琴 交游一下 正如李重镜先生 都会说 澳门其实很闷 你知你 整天都塞到 如果可以开到横琴 大澳门这么多倍 可以打个车 一家大小 一种休闲 那其实都是好事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 怎样可以通关的压力 我刚才的观众朋友 李珊都说 国内的CCTV监控系统是很好的 你在巴马上突出一点 就突出一点 就拍照 不用说 你扣分 你每年组牌 你组不了 你不去交罚款 这个不是很担心 但是最重要 是两地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最终来说 我想是指引可待 不过就是很希望能够 珠海市政府 或者广东省 尽快透明一点 譬如是那个时间表 哪一类型 开始逐步逐步 按部就班 我认同不可以 一下子立刻开房 一开房 形成很大的混乱 而且压力也很大 压力也很大 全部都落实了 因为很多的基建 配套设施 要一步步 你不可以一束即就 我觉得在未来的三五年 可以逐步可以 真的 我觉得 因为你看到它已经做了一个口岸 已经是退居而善了 在那个横琴大桥那里 已经有了那个关卡 我想到时 横琴现在澳门这边 和蔺麦大桥那里的口岸 会越来越开放 它会做一个新的横琴的海关 又会进行 现在这个都会拆重建 它会更多的关卡 然后就是 会做两地一检 我想会更宽松 但是这个是 未来的 我想一两年间 才会逐步逐步开放 嗯 我们今天 其实看到的新闻 都是讲到 今天其实正式通车 只有九架车 是进入了横琴 那黄少泽司长都表示 现在有十几架机动车 都是在等待这个申请 意思就是 整体就是二十架车 二十架车 现在是符合这个规格 可以进去横琴 就算全部是 现在都是 三百架而已 一百个企业 一根基业 最多是三架车 那就是三百架 三百架车 对两地 扣不成不了压力 是的 今天呢 其实记者也要採访 那个邮敬主任 他就表示 希望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以开展这个 下一阶段的 一个研究工作 我们就确实是希望 可以快些去进入这个程序 是不是 黎先生 我相信 刚才你那句话 已经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 希望不到一年的 开始启动研究 所以呢 我相信 要有 下一步的 就是说 再放宽 这个单排车进去 似乎 可能都需要 最少一年时间以后 这个不是会的 而且 现在 现时来说 横琴 我相信 整体来说 都是一个 如果有一个 横琴的朋友 可能你会看到 不少的口岸附近 都是建筑地盘 都是大的地盘 不管是监控系统 不管是道路 等等 都是未完善的 我相信 绝对是未完善的 而且也很清晰 从报道上都知道 就是现在 横琴 是未有 一个简易的理赔中心的 就是说 万一发生一些 单排车 出现一些交通意外的时候 是必须要一一零 不能自己自行解决 各方面 都比较 是没有现在 珠海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简单 方便去处理 我相信 这些都是现在 现时来说 我们可能一时间 即使我给到 单排车 澳门的市民 都未必一定 那么容易去适应 那种复杂的 一个手足 或者一些问题 所以我相信 一步一步 都是有一定的好处 当然 从主观愿望来说 就是希望 我有间屋在上面 一定 是希望 有辆车 可以直接回去 这是最想的事情 但是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可以 承认自己的愿望 我觉得 推动政府 希望尽快在这边 做好更好的磋商 希望推动 橫琴那边 能够尽快去落实这件事 这个我相信 是必要做的事情 嗯 市民当然希望 是时间愈发愈好 是的 当然 一定的 好吧 时间很高的 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 先看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听听市民的意见 欢迎回来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的讨论一下 单排车进入橫琴这个话题 现在我们都继续听听观众的电话 现在有林生在纂 林生 你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你好林生 你明天清哥 我是真的很不满 有些人无论是什么都放过屁 都说多谢国家支持澳门 给澳门好消息 这个横琴单排车 摆到明显很明显是互利互为 而且商向来说 就是大陆那边好处一点 就是横琴好处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要开发 大陆有369万平方公里 地方大把 但是你去西藏 有没有开发价值 横琴本来是一个烂地 一个岛 是吧 那么它要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它当然要人气 人气最简单 要路通财通 陈泰满经常都说的 现在路起好了 没有车去 所以这个很明显 是互利互为 我也都不说澳门人有利 也都不在国家里 但是很明显 是向大陆那边倾斜 它有利润一点 这个目前现在搞到这样 千呼万唤指出来 但是只有的士 这么多车可以去的 我就想起两首诗 就叫做莫探扶桑 渺茫中 此去扶桑 就东更东 就是比我们想的落差 实在太大 就是我本来 我比较是 就是倾向 就是好像北美 和欧洲 那种叫做 汽车自由流动 那种这样的方法 就算即使不行 好像以前 两地牌这样 你有横琴 有物业 起码都给你一个 价格给你 可以自己开车过去 谁知道这样都不行 变成了要100强 刚才关先生说 突然间我生意不好 变了99强 变了101强又如何呢 那是不是就抢回我的牌呢 是吧 其实很多东西是 当然黄司长都说 或者牛主任都说 我们会很快 尽快开展第二期 但是第二期会不会 就像现在这样 莫探服装 渺茫中 似虚服装 东更东呢 那我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想说一件事 就是集中想说一件事 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一个亲属 都中了招了 当初买这个楼本的时候 是各销售士 跟他力销售 就说 你放心吧 打一排车 横琴主 如何如何如何 楼就买了 钱就给了 那间楼没得收 真的买了几年了 年纠在哪里没见 地盘来的 好了 但是都不要紧了 起码我有个屋 你不要给个牌 我转进去吧 看看自己的屋 看都没得看 皮鞋都不给你 车都不给你进去 所以 我记得一样 我想动献各位 如果是因为某些概念 去买物业的话 就不如去赌场买一部百格诺 因为百格诺不是装眼的 一是中一是不中的 好像12码那样 如果你去计划那些销售士 如何如何 去销售那个计划 如果A个月B计划 九十几种不确定因素 而去决定这个投资计划的话 那你不如去买百格诺 百格诺稳定一点 不是中一是中一是不中 OK 就这么多 很多真实临生的意见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 马先生的电话 马先生你好 那位好 你好 马先生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反正这样讲 我觉得很多市民都失望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 透明度不足 诸多限制 很多市民都想着 好像刚才有几位观众 都说几位 很多人都这样讲 想着星期六天放假 兜圈去吃饭 原来就不是这样的事 要限制那样 要买三个月那些 已经搞到市民很失望 我觉得 应该要透明度 要清晰一点 解释给市民听 这样市民才会考验 大陆那边 我还没开车在大陆那边 会不会左上右右上左下 是怎样的情形 很多人都不清晰的 在那里又不知道哪里 哪里又是不清晰的 比如我开车去到横盖 哪条街去哪里 没人知道的 比如我不懂中文 只得英文或者是淘文的 高度派会不会写英文 写淘文呢 因为简体词 很多人不一定会看简体词 去到这间 怎么左转右 会乱掉了 非常之危险 我觉得 应该是透明度要高一点 有机会 某些部门 解释给我们家市民 如果想申请 要怎样做 在那边是怎样 大约是怎样呈现的 有什么商场 甚至市民 我申请到那边 都说在那边 都有去看那边 现在蒙柴在那边 是什么山 去那山是什么 人们不知道的嘛 我觉得 有个部门一定要大力宣传 如果我真的想申请牌 或者下个牌 过去那边 或者不会去 反而广州我过去香港 反而中国我过去香港 我拿过去香港 现在回去 環琴不是说不好 都好的 但是不清晰的 希望有关部门 了解多些 解释市民 多清楚些 透明就够 这样的人才会 考虑一下 如何做 OK 不好意思 各位 好 多谢马先生的意见 我们再看看 我们微信上面 都有观众留言 就说 讲到 其实这个 跟澳门人之前想的 根本就不跟 哪个容易 可以去到 环琴夾置 给大公司一些方便 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市民的留言 其实我们确实 今天都听到市民 对这个 单排车还有环琴 其实之前的期望 是很大 但是现在 落差很大 真的觉得有些是 失望 就是觉得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情节 有些是不止落差 但是觉得 又被欺骗的感觉 绝对是 那我都想 给李先生再回言一下 之前 马先生也有讲到 其实这个是不是 都是由一个 政府的透明度不足 还有宣传不足 就是导致大家对 这个 报告期望太大呢 其实我相信 这个绝对有一些 这个情况出现 或多或少都有 而且当时来说 在横琴的楼花买卖来说 亦都是存在一些 我相信 是有一些 有些问题的 嗯 不管是楼花买卖 那个时候的一些 可能是 手续 先后的一些手续 因为 其实 一个烂地来说 在内地来说 怎样可以这么快 买楼花的 如果听到 刚才那位 这个 几年未见 这个是不合理 不合逻辑的一件事 为什么他会买到一个 烂地的楼花 这是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在国内来说 严格来说 你要封顶 才可以买楼花 拿到准召 那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 接着你也可能相信了一些 这些卖市的 就是 在他来说 炒楼的话 当然是第一件事 炒消息 我相信这些利好消息的话 绝对是有利于他去买 但是最后 是不是真的可以落实呢 其实我相信 那个本身去 希望能够 你买楼的那个中介 其实他都未必知道 究竟 这个情况是怎样 绝对不会知道 究竟中央会怎样的想法 这个绝对是 那么现在 我想现时来说 也都是 现阶段 你再说过去 也都没什么作用 现在现阶段来说 究竟是 是不是应该我们是 更加多地 希望推动政府 去到 在这方面 跟中央 和环球那边 多一些磋商 是不是能够尽快 令到一些 失望的市民 可以得到 他们预期的 一个期望呢 我相信 这个是有这个 绝对有这个需要 去加强到这个沟通 那 关上都是回应一下 观众的诉求 是的 譬如刚才林先生说 不仅是澳门质益 其实是同城效应 双方面质益的 事实上现在形成了 令到市民 觉得有一个 好像被欺骗的感觉 还有他们期待了很久 说中央送大礼 澳门才可以拿过去 包括 隔续駕照方面 以为好像很简单 好像刚才 好像欧洲很多地方 大家其实是 一有个神筋公司 或者是欧盟 但是大家真的可以 暢通无助 原来不是的 要经过很多的审批 很多的三个月 三个月 去一个短期的拉审给你 我觉得 最重要 刚才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了 透明 包括 国内两地的差异 文化上 比如很多 国内有些 澳门很多的 土生人士 他未必懂得看中文 但是很多在国内 我看到他们 他不是写英文的 他不是写拼音 就是 他不懂 他不懂拼音 他不懂他说什么 有时他读了英文出来 提数皆非 那这些 比如上落 他说 Shang Sha 他就当是 那他有时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要慢慢逐步逐步去适应 又要 在我们环琴的领导层 又要在方面更大的推动 更透明的开放 正如刚才我说 希望能够有个时间表 什么时候 可以 哪些车 比如 首先现在我们一百强的 第二在国内 有投资的 第三 或者是 我是开了公司 或者是第四 去到有物业 就是怎么样 到最后 全城开放 总之有车都可以 他起码能够 他们知道 不用又给一些 活的炒作 形成了 好像 大家好像受骗的感觉 当然其实 我想 监政府也起码能够 发展得很蓬勃 而很蓬勃之中 刚才 人通 物流通 才可以带动 两地的经济往来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更大的魄力 去推动这方面的 透明的道路工作 嗯 明白 其实之前我们都讲到 诺先生跟你谈 我们当然知道 火车司机是两地牌 都是有 内地的駕駛侧照 但其实很多澳门人 是很害怕 国内这些不是考试 他们对于一些扣分 一些国内的交通的规则 其实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之前 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都觉得 哇 要用大陆的駕駛侧照 真的很难考 对于这一点 对澳门人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考验 以我所知 就是难些 但是来说 考得到牌的 在国内那边 机会率都很高 都不是很难的 反而想回应一下 刚才那位观众所讲的 他说 如果多些车流 多些人流 在澳门和横琴方面的话 是对两地都是有利的 这是供应的 这是绝对的 我自己个人 又不是很担心 我比较乐观点 就是说 横琴那边 将来来说 它一定是要开放的 它是开放给那些 就是买到物业的 投资者 那些居民 那些一定是要给牌 因为我自己看 看个地理环境 横琴不是很厉害 就是不好意思 好像在他那样 我自己觉得 真是没什么吸引力 其实告诉你 老实说 在澳门人的 现有的 现成的 已经走过珠海了 如果你一想过横琴澳门人 你真是惨了 要过那些巴士 过那条桥 去到之后 全部都是灰尘 对吗 荒野一片 我说得不好听 在这种情况哪有吸引力呢 好了 对澳门人 有一个珠海在 跟你去相比较 珠海方便很多 珠海已经很成熟 楼价又不见得贵 你横琴很多 对不对 什么配套都有 横琴有些比珠海贵 对啊 有成熟 什么都有 那为什么要走你们横琴 好了 其实横琴对澳门的吸引力 不及珠海 来珠海几多旅游 几多饮饮食食 几多娱乐场所 八卦麻 几多酒店配套 什么都有 还要经过湾仔 那些暂时都不是一个开发到的地方 然后走到横琴吃灰尘 我想问一问 横琴的开发区的官员 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持比较 更加务实点的那个态度 反过来应该在开放方面先松 去吸引人家 你将来你饱饭了 对不对 那你不好意思 那时就收回了 那你们反而就好 因为我觉得反过来 你这次一出来 你已经害怕了所有人 不止令人失望 根本就怕了 对不对 你讲过话又不承诺 对不对 那你就完全不承诺 你退后了 那大家就没了期 刚才说一年后开始去想 研究 都要最后时间总结一下 我相信这个 的确这次出来 比社会的落差是大的 我也是那句 希望第一在那个手续上面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简化 因为你将来我们下一步 能够开放给更多的市民 去有这个措施的时候 你都希望能够辩民 因为我们要争取这个 手续简化 在国内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 我们特区政府能够加强 和国内那边的沟通 是尽量能够将我们的情况 向上面反映 不敢关心呢 是的 就是透明化 太大落差了 先让我们的士从业员 以为好不可以拿的士 可以过去接客 原来是完全不行的 原来三马车的概念是这样的 不如公布 透明一点 公布就没有了大家的 以为受欺骗的感觉 因为这个消息一直都没出 所以大家少许这个精神 谢谢